我的名字是藤原拓海 就在今晚 GT232也要趴下 我还从未有过如此期待一场比赛 全身的每一处毛孔都在向我倾诉着肾上腺素的不停涌现 不过为了这次的较量 文泰偷偷地在E86上做了一点手脚 虽然有利于车辆能够获得更强大的冲刺效果 却会让拓海擅长的惯性飘移变得更难掌控 在这样不知情的情况下 拓海能否很好的掌控赛车呢 答案是肯定的 拓海那小子头脑虽然不太灵光 可惜他几乎是用身体的本能在驾驶 这一点文泰老爸对他显得相当自信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这场比赛正式开启 而为了能够第一时间亲眼目睹比赛的全过程 高桥兄弟也驾车紧随气候 这么难得的一场对决 当然值得近距离好好观察一下 然而出发才没多久 拓海就感觉到三二并没有全速前进 这是在等他吗 轻视对手可是会付出代价 果然在进入弯道后 拓海的飘移依然完美无瑕 丝毫没有感觉到任何因为车辆改动带来的不适应 对于如此完美的走线 梁介也深深感叹就算是自己也无法做到 随着中理议的不断加速 拓海也在全速跟进的过程中感觉到了车辆性能的变化 在将油门踩到底后 车身依然非常稳定 加速效果也更快了 老爸这家伙还真是爱多管行事 不过这种驾驶体验真的好了许多 这样全速下的稳定性 也让拓海在不弯时更加如鱼得水 平时只在状态好时才能做到的一厘厘几天过弯 现在也能够随心所欲的施展 虽然拓海依靠自己的技术完美弥补了车辆性能的不足 紧紧地跟随着对手的脚步 可是中理议却丝毫没有在意 这可是GTR 对于性能上绝对的王者 这份自信可不是轻易就会动摇的 随着比赛的继续深入 拓海为了能够跟上中理议 终于开始使用排水勾不弯了 而之前还在分析赛况的梁介也开始摸不出声 企介还是第一次见到哥哥这样认真的表情 为了能够跟上拓海他们 梁介显然也出现吃力的感觉 很快比赛双方就进入中后段路程 随着坡度的增大 拓海也因此能够紧紧咬住前车 中理议终于感觉到来自拓海的压迫力 就此比赛进入白热化 尽管中理议使出浑身解数 拓海依然步步紧递 他也开始感觉到车头过重带来的前轮负担问题 那么接下来又将来到决胜负的五连发加弯 这一次中理议能否守住自己的领先位置 五连发加弯 最后的决胜之地 上一次起戒被你从内侧利用水沟走法完美超越 这一次我中理议一定要守住内线 你小子居然想从外侧超越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面对中理议根本不肯让出超车路线的做法 拓海又该如何实现反超吗 随着拓海不断地尝试从外侧超越 中理议依然丝毫不肯退路 这反而让他自己的节奏出现混乱 近距离观察的梁剑马上就意识到决胜负的时刻道 果然中理议因为想要封住拓海超车的线路 使得自己的入弯和出弯速度骤降 这就等同于放弃了GTR32自身性能的优势 采用最低速的方式去过弯 为此中理议很快想到了对策 只要站住中线 不仅能封住拓海超车的线路 自己也能够获得更快的速度 只可惜他的想法太天真了 拓海做出想要外侧超车的假象 然后虚晃一枪 就此消失在了中理议的后视镜中 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虽然已经用尽全力 还是无法阻止那小子的攻势 心中反而有种释怀的感觉 那个曾经放弃技术为王的自己 现在被一个小子用技术击 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 好心疼 换快板金又要七万块 就此拓海迎来了自己的第二场胜利 一台平平无奇的AE86 居然能够击败GT232 所有无法亲眼见证那一刻的人 简直无法想象拓海是怎么做的 只有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高桥兄弟 才能体会到拓海拥有 怎样一种恐怖的车辆掌控里面 对于用惯了车辆自带ABS的车手来说 拓海却能依靠自己灵敏的右脚 实现最精准的车身稳定掌控 梁静越来越期待于拓海招牢 比赛过后 拓海也第一次久久地凝视着自家的E86 刚才的比赛带来的那种冲击力 丝毫不比任何人小 这就是赛车手了 这次比赛过后 阿树的86也就此上线 从今天起与拓海组成最快的86组合 将是他接下来为之努力的目标 随着阿树兴奋地发动车辆 这浑浊的声音立刻给大家一种不太好的预计 我不其然 店长经过一番打扰 默默地关上了引擎带 这车根本不是86 而是一台85 86采用的是双顶制突轮轴 更适合高速行驶 85采用单顶制突轮轴车速和油耗更低 更适合市区行驶 虽然车身模样没什么区别 可在性能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就像女神与鬼婆婆一般的差距 怪不得这车卖得那么便宜 阿树你这是上当受骗自觉自愿 在同伴们无情的嘲笑声中 最快86组合原地几散 不过拓海很快就把阿树的情绪稳定下来 虽然只是一台85 可高中生就能拥有自己的车 这一点拓海都无法办到 那么就去穷冰山跑一圈吧 哪知86战胜三二的消息 却引来了许多吃瓜群众 都想着与86较量一番 眼前这台85是什么鬼 是女士骑程的小绵羊摩托吗 这种毫无底线的羞辱 没点燃阿树的怒 反而莫名地让拓海怒火中烧 走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拓海你小子越来越强的胜负欲 你自己真的没有察觉到吗 不要以为85就不是车了 只要在我拓海手里 家用轿车一样 给你跑出赛车的效果 这种连飘移都没完明白的家伙 也敢说阿树的85是小绵羊 很快拓海就赶上了 那几个嚣张的家伙 见到有人主动挑衅 他们也来了兴致 比比就比比呗 已经完全上头的拓海 早就把阿树当成了小透明 就差直接把脚焊死在油门上 直到这时 前车才发现 一直甩不掉的家伙 就是刚才他们嘲讽的85 面对拓海的步步紧递 瞬间前车就慌了神 这技术要多操就有多操 眼看拓海就要实现反超 85的加速确实有点太拉胯 机会稍纵即逝 这慢得要死的85 不想想办法 还真没办法搞定 那几个嚣张的家伙 先用一招排水沟过弯 倒定一样 然后故技重施 又生斥掉第二辆 不好意思 今晚你们是见到 丘明山的幽灵了 能够用这样一辆 经济型轿车 跑出赛车般的快点 亲身经历这一切的阿树 终于是彻底败服在拓海的车技下 只要车技过关 那么就算是85也同样厉害 自此阿树也不再嫌弃自己的85 下定决心好好的苦练车技 第二天自信心爆棚的阿树 就像持股前辈展示了 Speed Stars车队的车贴 根本就不给持股前辈 拒绝他入队的机会 就此阿树正式成为车队的一员 作为入队的回礼 阿树会声会色地讲述了 昨晚拓海驾驶 85干掉对手的事情 连店长都赞叹拓海的技术 早已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 能够这么快就适应一款新车型 还能够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 真让人无法想象 他所具备的车手素养 不过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些人无法承认别人的优秀 自从中理一败给拓海之后 车队里一名叫做圣吴的家伙 就开始不安分起来 怂想着干掉拓海 那么他就将成为车队新的队长 随着持股前辈的S13 顺利修复完毕 终于又可以回到秋名山 好好地享受驾驶乐趣 并且这一段时间 持股前辈也没有闲着 有了拓海副驾驶的体验 他也狠狠地恶补了一番 关于车辆驾驶方面的知识 接下来就要付诸于行动 从实践中去掌握这些驾驶技巧 然而他才开出去没多久 后方就有车辆紧跟了上来 并且对方还相当不讲武则 以直接撞击车辆后保险杠的方式 来进行吵戏 这也瞬间激起了 持股前辈的胜负欲 两车就此开启对决 哪知对方还是一如既往的可恶 就在持股快要入弯时 对手居然又直挺挺地撞了上来 差点造成持股车毁人亡 这根本就不是比赛 这是谋杀 而此人正是肾无 从未见过如此卑鄙的车手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居然在赛车比赛中 采用急杀的方式来逼迫后车紧急避险 好好的一场比试 勃脱脱地被这家伙搅得稀碎 不过有一说一 这家伙的技术真是没得说 驾驶的EG6前驱 居然能够做到比拓海还快的入弯速度 这家伙就是肾无 又一位冲着拓海而来的赛车手 很快这件让人气愤的事 就传到了拓海的耳朵里 并且对手的那辆EG6也跟86一样 在车手界相当的有容器 采用正式可变气门及生成电子控制系统 能够保证引擎在中低速和高速时 不同的配器相位及进气量 使引擎在任何速率运转都达到极佳的状态 至于池谷所描述的对手具备很高的入弯速度 店长猜测他是采用了左脚刹车技术 像EG6这样的前驱车 车手一般采用六脚加油 左脚踩刹车来控制车后方重心 能够做到这种技术的人 已经算得上前驱车手很高的层次 虽然不知道这家伙意欲何为 不过生活还得继续 霍海和阿树受下树的邀约一起外出游玩 下树还带来了自己的好闺蜜左带领 这么可爱的女孩 瞬间就俘获了阿树的芳心 在之后的行程中 阿树为了体现自己的魅力 甚至吹嘘自己是车队里的第三把胶 这招果然是炮妞的杀手锦 马上就引起了左带领的注意 甚至在出游结束后 左带领还特地与阿树进行道别 你看可把阿树给美的美补 开起车来都在不停画龙 阿树也算是铁树开花了 而池谷前辈则一新沉醉于磨练车技 力要拓海驾驶一下他的T3 这样他便能够以此作为参考500 针对性地进行提高 又不过前辈的盛情邀约 拓海工具人再一次上线 那么前辈你可做了 这才第一次接触的新车型 拓海就已超出池谷难以承受的速度入弯 瞬间就把前辈给吓哭 几经挣扎之后 池谷前辈再次躺平 对于拓海来说 虽然与86有一些不同 不过经过前几周弯的事 他也基本熟悉了T3的驾驶方式 下面就有请前辈好好享受 风车电车的快途 这一次池谷前辈也算是有进步 还能够自己爬下车 不过再被问到有没有学到底什么 池谷的表现却是这样的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到底是为什么坐在副驾驶 最终前辈得出结论 我和拓海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所以拓海的一番骚操作 根本不具备参考价值 臣妾做不到 就在这时 圣吴却又找上门来 要求与Spitz到了车队再战一场 并且是以右手绑在方向盘上的方式 如果他输了 就会为上次粗暴对待持股而道歉 面对如此嚣张的家伙 或还是否会与之一战呢